这期音频为你解读的是《十年轮回》 这是一本金融史领域的经典好书 首次出版于2009年 我现在拿到的版本是2020年6月发行的第四版 这本书详细回顾了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全过程 在那次危机中 泰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卢比等亚洲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 这些经济体的股市市值暴跌到只有危机前的十分之一 大量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 就连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发达经济体也遭到了严重冲击 可以说一些亚洲经济体至今还没有从那次危机当中完全恢复 为什么书名叫做《十年轮回》呢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 几乎是每隔十年就会爆发一次具有全球性质的金融危机 你看从1987年的美国股灾和拉美债务危机 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再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 规律很明显 2017年虽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但三年后的2020年初 新冠疫情作为百年难遇的黑天鹅事件 严重冲击了全球股市 所以笼统来看 十年一次金融危机的规律仍然成立 这本书的作者沈连涛是亚洲金融界的一位传奇人物 沈连涛是马来西亚华裔 他的父亲沈指仁是民国时期重庆的一位富商 后来移民马来西亚 沈连涛曾任马来西亚中央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1993年至1998年 正好是亚洲金融危机前后 沈连涛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 金融管理局相当于香港的中央银行 沈连涛主管香港的外汇储备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国际投机商大举做空泰铢 把泰国政府辛辛苦苦几十年攒下的外汇储备一卷而空 之后国际投机商又将火力瞄准了港元 香港金融管理局顶住压力 与国际投机商进行了几次惊心动魄的肉搏战 最终成功保卫住了港元的稳定 在随后的1998年至2005年 沈连涛连任三届香港证监会主席 也就是说 沈连涛是亚洲金融界高层的局内人 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亲历者 他在危机发生后十年当中 不断反思危机的根源 以及留给亚洲国家的惨痛教训 2007年 沈连涛正在把他十年来的思考写作成本书 却不想美国四代危机突然爆发 他看到当初靠狙击亚洲国家货币 赚得盆满钵满的国际对冲基金 在四代危机当中做法自闭 损失惨重 这既是历史的讽刺 也应了天道轮回 目前中国面临的国际金融局势空前复杂 这个时候 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回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 为应对危机做好准备 下面我们就跟随沈连涛的分析 首先从宏观视角看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和条件是什么 然后从微观视角看 亚洲金融危机是如何被引爆的 遭遇危机的经济体又是怎样应对的 关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 当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以美国欧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西方阵营认为 这一切都是受害国咎由自取 这些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出了大问题 政府对金融风险的管理也存在明显失误 然而很多亚洲领导人却认为 罪亏祸首是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商 他们对亚洲货币进行恶意攻击 造成了危机的爆发 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就公开谴责索罗斯 亚洲国家还指出 当他们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他们开出了错误的要方 造成了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面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沈连涛是如何看的呢 他认为无论是西方的意见还是亚洲的意见 都各自说对了一部分 但都不全面 我们需要抛弃单一视角 从多个维度来分析危机的根源 站在300英尺的高度 你可以看到国际投机商各国央行 以及普通投资者在危机当中是如何操作的 站在3000英尺的高度 你可以看到受冲击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 而站在30000英尺的高度 你可以看到亚洲金融危机 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国际格局变化的结果 下面我们就上升到30000英尺的高度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先来捋一遍 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受损的经济体都有哪些 其中受损最严重的有五个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韩国 除此之外 新加坡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也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冲击 你发现没有 这八个受损的经济体 恰好就是二战后亚洲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 他们被叫做四小龙和四小虎 为什么是这八个经济体发展的最快呢 这就要说到二战后亚洲经济的火车头 日本 1960年代 日本在完成了工业化以后 人力成本上升 需要把低端制造业转移到亚洲其他地区 关于转移的顺序 日本经济学家设计了一个验阵模型 也就是像大验排成V字形飞翔一样 日本呢 就是亚洲经济的头验 紧随其后的是四小龙 接着是四小虎 排在最后的是中国大陆和越南 日本按照这个顺序 把产业链的低端逐步转移出去 并开始对四小龙和四小虎进行大规模投资 到1980年代 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加速了这个进程 这就是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 我们知道 美国为了缓解贸易赤字 逼迫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 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 日元对美元从240比1 变成了120比1 日元升值百分之百 这样剧烈的升值幅度 对日本出口企业会造成致命打击 他们该怎么办呢 于是日本制造企业加大了产业链 向四小龙和四小虎转移的速度 因为海外生产基地的出口 不会受到日元升值的影响 特别是日本汽车厂商 对泰国进行了巨额投资 让泰国拥有了亚洲底特律的美誉 而且日元升值以后 相当于外国的土地和劳动力更加便宜了 日本制造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也就更低了 于是日本进一步加大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 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五年内 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增长了将近六倍 其中绝大多数投向了四小龙和四小虎 反过来站在四小龙和四小虎的角度看 广场协议签订后的五年 是他们的黄金发展期 一方面由于日元大幅升值 日本本土的出口受到打击 四小龙和四小虎抓住机会填补空缺 他们的出口出现了大幅增长 另一方面 日本对这些经济体进行了巨额投资 他们的GDP快速增长 流入的资本以长期直接投资为主 经济没有出现过热的现象 但是转变发生在1991年 这一年日本资产泡沫破灭 日本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 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实施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 把利率降低到0.5%的超低水平 这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 就是日元利差交易 在亚洲的兴起 以危机中最先爆雷的泰国为例 1991年时 泰国国内的利率高达10%左右 和日本0.5%的利率 存在巨大的利差 这时候 你只需要从日本借入日元 兑换成泰铢存进泰国的银行 就可以坐享丰厚的利润 于是 有门道的泰国投资者和国际投机商 争相进行日元利差交易 其实不只是日元 美元和泰铢之间也有不小的利差 所以美元利差交易在泰国也很活跃 沈连涛认为 利差交易 让亚洲国家的资本流入结构发生了改变 从长期直接投资为主 变成了以短期投资为主 这是引发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也许并不是巧合 泰国于1990年同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 放松外汇管制 这导致大量短期资本疯狂涌入 推高了泰国的股市和楼市 而资产价格的攀升进一步吸引了资本流入 1990年至1995年 泰国的资本净流入增长了126% 与此对应的是 泰国的外债急剧上升 超过了1000亿美元 占泰国GDP的60%左右 同时由于介入了大量廉价资本 泰国的银行系统开始放松贷款条件 扩张信贷 泰国经济的泡沫越来越大 金融系统累计的风险越来越高 更要命的是 泰国的银行是介入短期外债 兑换成泰铢在国内放长期贷款 这就形成了一种高风险的情况 叫做双错配 也就是期限错配和外汇错配同时存在 这时候雷已经埋下了 一旦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发生逆转 从泰国大规模撤资 那泰国的金融系统肯定会出大问题 逆转就发生在1995年 1995年4月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达到80比1的峰值 之后日元汇率便掉头一路下跌 前面说了 日元升值会推动日本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 而反过来 日元贬值会让日本从海外大幅撤资 从1995年6月到1999年 日本银行从四小龙和四小虎总共撤资2352亿美元 占这些经济体同期GDP的10% 显然再健康的经济体也经受不住这么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冲击 于是这些经济体的泡沫开始破灭 金融系统出现大量不良资产 危机一触即发 现在回过头来看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大背景就很清楚了 日本对四小龙和四小虎来说 可谓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二战后 日本通过验证模型向这些经济体转移低端产业链 带动了经济的起飞 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 日元大幅升值 日本加大对这些经济体的投资力度 促成了进一步的繁荣 然而1991年资产泡沫破灭后 日本实行的超低利率鼓励了日元利差交易 让大量热钱流入了四小龙和四小虎 催生了这些经济体的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 为危机埋下了伏笔 而到了1995年 日元汇率掉头向下 大量资本迅速撤离 这时候 引爆亚洲金融危机的火药桶已经就位 只差一根点燃的影线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突然明白了作者写在第一张匪页上的一句话 他说 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 好 下面我们要从三万英尺的高度 速降到三百英尺 从市场交易各方的角度 来看看亚洲金融危机是如何被引爆的 以及遭遇危机的经济体是怎样应对的 亚洲金融危机之前 四小龙和四小虎的汇率制度 虽然名称各不相同 但都是事实上的固定汇率 他们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是长期稳定的 比如泰铢 从1984年起 对美元的汇率就一直保持在25比1 非常稳定 因为这些经济体的主要出口对象都是美国 保持美元汇率的稳定很重要 但是1997年的5月8日 伦敦金融市场上突然开始谣传 泰铢对美元的汇率将出现大幅波动 接着一周之内 泰铢在伦敦和纽约外汇市场上被大量抛售 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 这里我要先解释一下 国际投机商是怎样靠卖空一国货币来获利的 以泰铢为例 国际投机商在泰铢贬值之前 先大量介入泰铢 然后在外汇市场上抛售泰铢换取美元 比如介入100万元泰铢 抛售后换取4万美元 如果泰铢顶不住压力贬值了 对美元的汇率从25比1变成50比1 那么这时候投机商只需要用2万美元 买入100万元泰铢还贷款 剩下的2万美元刨除介入泰铢的利息之后 就是纯利 当然了 如果泰铢守住了汇率没有贬值 那投机商就会损失介入泰铢的利息 实际上到1998年1月 泰铢对美元汇率跌到了56比1 泰铢贬值一半以上 国际投机商赚得盆满钵满 我们知道金融投机是一场零和博弈 那国际投机商赚的钱是谁的呢 答案是泰国政府的外汇储备 前面说了 泰国政府采用的是事实上的固定汇率 为了保持泰铢汇率的稳定 当外汇市场上泰铢供不应求 泰国政府就会卖出泰铢换回美元 而当外汇市场上泰铢供过于求 泰国政府就会卖出美元换回泰铢 这里所用的美元就是泰国政府的外汇储备 实际上国际投机商攻击泰铢的目的就是要卷走泰国的外汇储备 1997年5月 当国际投机商大肆卖出泰铢 造成泰铢严重供过于求 泰国政府不得不紧急动用美元储备回购泰铢 守住汇率 当时泰国政府保卫泰铢的决心是很大的 因为首先泰国拥有37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在四小虎当中是最高的 泰国政府认为自己有胜算 同时泰国政府临时恢复了资本管制 下令泰国金融机构不得把泰铢借给外国投机者 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也和泰国政府协调行动 不再向外国投机者出借泰铢 但是泰国政府低估了国际投机商的贪婪和实力 他们更没有预料到的是 泰国国内企业的反应会进一步恶化态势 前面说了 泰国在经济繁荣期介入了大量外债 这些外债是以美元或者日元来计价的 一旦泰铢大幅贬值 那就意味着以泰铢计算的外债将大幅上升 为了对冲风险 那些介入了大量外债的泰国企业 不顾一切的抛出泰铢买进美元 他们的本意虽然不是投机而是避险 但是在操作上面是和国际投机商相同的 这就让外汇市场上的泰铢进一步功过于求 泰国政府不得不拼命进行反向操作 结果很快就耗光了外汇储备 在1997年5月1号至14号的短短两周内 泰国央行的外汇储备进额减少了217亿美元 占危机前外汇储备总额的60% 而到了6月30日 可用的外汇储备进额只剩下区区28亿美元了 几乎等于归零 泰国政府已经打光了所有的子弹 于是7月2日 泰国央行不得不宣布 泰铢汇率与美元脱钩 改用浮动汇率值 消息公布当天 泰铢汇率暴跌17% 一年之内泰铢贬值56% 在宣布汇率脱钩的当天 泰国还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请求了紧急救援 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 可不是无条件的 为了获得援助 泰国政府必须答应一系列苛刻的条件 包括向外国资本进一步开放金融部门 将国有企业彻底私有化 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等等 事后看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紧缩要方 不但没有扭转局势 反而加深了泰国的经济衰退 更为关键的是 为了获得救援 泰国政府丧失了很大一部分 国内经济的主权 沈连涛说 西方人不会理解 当亚洲人把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主权 再次让渡出去 他们感到多么的痛苦和羞愧 1997年12月3日 同样遭到金融危机重创的韩国 以丧失大量经济主权为代价 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 这一天 被韩国国民称为第二个国耻日 第一个国耻日 是日本占领朝鲜半岛那天 泰铸失守之后 国际投机商马上把火力 转向菲律宾比索 马来西亚林吉特和印尼卢比 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操作手法 这些国家重蹈了泰国的覆辙 消耗大量外汇储备 然后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 接着货币大幅贬值 其中印尼卢比对美元贬值了 惊人的85% 严重的经济危机 引发了大规模社会骚乱 危机之下 印尼和菲律宾 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 唯一的例外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宣布 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 马来西亚有能力自救 不愿意接受侵犯主权的附加条件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开出的紧缩要方相反 马来西亚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和货币政策 刺激经济复苏 同时 马来西亚宣布实行 有选择的资本管制 防止国际游资 进一步冲击马来西亚金融市场 消息传出后 西方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一致谴责马来西亚 认为实行外汇管制 是开历史的倒车 但本书作者沈连涛认为 这一选择无可厚非 他说 如果一个失血的病人 不能从医生那里获得血液 那么他就没有权利 自己缠上绷带止血吗 事实证明 马来西亚实行的外汇管制 是有效的 他成功稳住了局势 让马来西亚在四小虎中 率先恢复了增长 好了 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 国际投机商 在与亚洲各国政府的较量中 大获全胜 势如破竹 四小龙和四小虎 这八个经济体 有七个出现了货币贬值 其中印尼卢比贬值85% 泰猪贬值56% 韩元贬值55% 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48% 唯一的例外是港元 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港元对美元维持住了7.8比1的汇率不变 那么是国际投机商良心发现 放了香港一马 不可能 特别是香港的金融市场高度发达 有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 对卖空又没有限制 这更是便于国际投机商的操作 从1997年8月到1998年8月 国际投机商对港元发起了四轮大规模狙击 而香港金融管理局正面应债 力挽狂澜 成功守住了港元汇率 现在回过头来看 整个过程惊心动魄 简单来说 国际投机商在狙击港元时 用了一种双杀方案 不但在外汇市场上面大举卖空港元 而且在股票市场上大肆卖空港股 卖空港元 如果港元贬值 那投机商就可以直接获利 即使港元不贬值 香港金管局为了守住汇率 必然要紧缩银根 从而导致港元利率上升 而利率的上升 又会导致港股和股指期货的下跌 这样一来 投机商就可以靠提前卖空港股来获利 总之 通过同时卖空港元和港股 国际投机商就可以保证 无论发生哪种情况都能获利 果然 在1997年10月 国际投机商发起了抛售港元的攻击 香港金管局没有直接干预外汇市场 而选择了收紧港元流动性 这导致之前大量抛出港元的机构 出现了港元钱荒 10月23日这天 香港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 从9%上涮到280% 令人瞠目结舌 港元利率暴涨 相当于增加了那些投机者 介入港元的做空成本 有效遏制了投机行为 但是利率暴涨也有严重的副作用 就是股市的应声下跌 在10月20日至28日的这一周内 香港恒生指数暴跌30% 在这一轮攻击当中 香港金管局算是和投机者打了个平手 香港金管局守住了港元汇率 但没能阻止股灾的发生 国际投机商在卖空港元中亏了钱 但从卖空港股中赚了回来 他们在股票市场的获利 大大超过了在外汇市场中的损失 尝到甜头之后 1998年8月 国际投机商又一次卷土重来 这一次 他们先是在金融市场散布谣言 说港元将与美元脱钩 人民币将大幅贬值 以及香港的银行面临挤兑压力等等 动摇普通投资者对港元的信心 诱发跟风抛售 然后在8月5日6日两天之内 国际投机商在外汇市场上 总共抛售了400多亿港元 港元和港股承受了极限压力 这一次香港金管局采取了非常措施 不再单靠提升利率这一招来应对 而是多管齐下 首先香港金管局动用外汇储备 把投机商抛售的400多亿港元全部买进 第二 香港金管局还动用了1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进入股市进行托市 购买了恒生指数当中33种成分股 第三 香港政府出台了法律法规 对卖空操作进行了数量限制 提高期货指数押金要求等等 拉升投机者的成本 事后回想 香港金管局的这一系列操作是一招险棋 这招险棋能否成功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香港的普通投资者 对香港政府的能力是否有信心 如果普通投资者认为 香港政府的实力不足以与国际投机商抗衡 他们就会恐慌性的抛售手中的港股和港元 甚至把港元存款兑换成美元 这时候香港金管局无论有多少外汇储备 都会被耗光 港元和港股将双双失手 幸运的是香港政府的托势奏效了 恒生指数在8月13日触底之后开始反弹 逐步稳定下来 港元的固定汇率坚如磐石 至此国际投机者看到翻盘无望 以亏损十几亿港元的代价离场 你肯定会问 为什么香港政府能成功抵挡住国际投机者的攻击 而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却做不到呢 主要原因有三点 第一危机前香港的外汇储备足够多 有将近1000亿美元 仅次于日本和中国大陆排世界第三 也就是说香港政府有足够的子弹 第二香港的金融系统很健康 能够承受得起高利率的冲击 相比来说 泰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不良债权 泰国央行就不敢大幅提高泰铸利率来惩罚投机者 因为利率提升 会让大批负债严重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破产 第三香港经济的基本面没有问题 既没有财政赤字 也没有外债 只要香港政府能稳住公众的信心 胜算还是很大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 公众明白香港政府背后 还有正在崛起的中国作为强大后盾 沈连涛在书中特别提到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中国政府果断宣布 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 在全球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当时四小龙四小虎还有日本的货币都在贬值 人民币不贬值就意味着中国的出口条件会大大恶化 做出这个决定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是反过来看 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 倒逼中国政府进行结构改革 税制改革 对国企和金融机构进行重组 结果中国不靠汇率贬值 而靠提高生产率和产业升级 维持住了出口竞争力 最后亚洲金融危机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 在1997年 中国大陆的金融体系也同样脆弱 资本市场急不发达 不良债权居高不下 为什么中国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对此 国内学界的基本共识是 最为关键的一道防火墙 就是中国实行的资本管制 国际投机商想要做空一国货币 必须首先能够大规模介入这个国家的货币 人民币不能够自由兑换 中国资本市场也没有对外资完全开放 意味着国际投机商没有渠道大规模介入人民币 也就不可能做空人民币 我国著名金融学家余永定教授也认同这个观点 他说亚洲金融危机让他深刻的意识到 资本管制是中国金融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道防线守住了 中国绝对不会出事 这道防线守不住 我们就有可能出事 资本管制的彻底放弃 及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 应该是我们所有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步 在其他改革没有完成之前 绝对不能做 当我们迈出这一步时 意味着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基本完成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为什么呢? 好